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件事其实挺罕诱,就是陈哲明都比较少人留意议会的事 但我也挺留意,有几个议案虽然没有约束力的私人动议,竟然都过得到 其中一个就是,我先说,最近一个就是他说 建议领取公共交通费用的补贴由三个月以内要延长到十二个月 其实这些是很技巧的,另外一个就是他会建议政府 要向一些尚未拿到公屋上楼,仍然在申请公屋排队的 就可以发放租金局整理 因为很多新闻都说五年,五年几个月,有家属 等公屋排队很久 虽然这个是没有法定效力的 但是如果你过得到一个私人草案,证明其实起码商界 或者一些功能組别,其实都觉得这些事情是有得想的 其实当然,第一件事就是,以前有很多中产都很反对 因为觉得中援养烂人,公屋养烂人 但是现在可能人们都会觉得,现在香港的居住条件实在太恶劣了 要考虑这件事都不是一个禁忌 第二件事当然,亦都显示了一件事,你说通过 实不实行的?会不会有很多衍生的问题? 如果是活动,一早就杀人了,为什么现在都不杀人呢? 你先讲一讲 我也是在网上看到,有这段报道和新闻出来 我从经济学的角度,我觉得是有他的道理 但是经济学人们就这么欺人心 究竟不是帮助住客、租客 经济学,还是扮认经济学的人觉得很欺人心? 我都会认识,是扮认经济学的人,但是有个人,譬如姚重严 就说会不会,即时我提了一个提问 我自己的读者会不会有这个考虑 其实有两个问题,第一个考虑就是会不会因此而令到租金升了 最终可能得益有部分,至少有部分的得益可能会转嫁给业主 这是第一个问题,我不是说结论是怎样的 我觉得结论是一人都会有些的 但是谁是最终的 就是利益就会益了业主 但是多少会益一些,一定会益多少 一定会益多少,一定会益多少 可能10元利益分一两元 是的,如果是10元利益分一两元 如果是10元利益分一两元 排队的都会益到八九元,我们觉得都可以了 所以要知道是哪个一,哪个九 如果是19元利益分配的问题 是的,第一个分配的问题 师傅你派多少 第二个问题要问的就是 会不会因为有这个排队都未排到 都保证你有一个租金的津贴的时候 会给了多额外的诱因,令到多些人排队呢 原本我打算,我都是暂时 我排得来排五年 我五年加仁工都是变了不合资格的了 但是如果这样的话,就先排先 是否都排了先 原先排,就要等五年才有楼 我都不知道五年之后会符合到 但是现在原来排住的那种钱排呢 那是否都排了先 都排了一轮 不是,他其实没有定的,是任理定的 但建议是说 当然我们的想法都是等得越久 就排得越多 但是,你看我先说 我觉得一个好笑的问题 就是理论上 是不是你排在钱之后 你就不用起公共力 就是你都在派钱 那你其实不如突然去公共 派钱,租金,津贴 但都有些,好像我看过讨论 就是,你这么说的 不如不贵手起吧 全部派就行了 但是炸几条数 如果这样派津贴的话 究竟是成本对政府来说 是高一点,还是建公屋 公屋都要亏本的 你不要只计是建公屋的价值 我的公屋 如果,我经常都说 你公屋,拿些钱来建,是豪宅 然后派钱给这些市民 条数一样计 是不是 对 还要建豪宅的文 建别的,你都未必说 我们建豪宅 所以,如果立刻 尤其是,我看过你的文 也有讲过 公屋,我同意 王宇善也是这样说 是一个很没有效率的制度 就是本身 但是,你都说要建 但是,我插回一会儿 如果公屋真的像你所说 王宇善教授所说 是一件很没有效率的事情 那是不是一早就不太好地搞它 就直接全面做租金津贴 其实,我那篇文章讲得很清楚 其实,基本上 第一,也不用租金津贴 这个不是租金津贴 叫我负利得税 因为我不是租金津贴 租你穷我就给你了 你不需要租金津贴 对 第二,就是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问题 就是,其实在新加坡 或者在70年代至80年代的 麦里豪时代 十年建议计划的时代 都是当你大量建楼的时候 你就一定要用公共房屋 如果不是市民第一 就没有这样的力量 第二,你会对楼价造成很大影响 反而工业不足的时候 你建这么多公屋的话 那你会变成一个 另外产生很多的 我举了一百点 我说最明显是 你的地就是这么多 今天就可以 这几年有很多地 你拿起公屋就是 你跟我说 最明显的就是 其实地就是这么多 你都是这样的分法 第二就是 那会变成一些 赚钱比较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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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这样 就是你越穷 变成中间 其实你是不是犧牲了 刚刚申请不到公屋那班人的利益 就是那班人 就是我这些 那班人就是受害者 其实就是这样的 但是如果你派钱的话 你派钱才有问题 就是你派钱的话 你派钱的中间会升 就是刚才那个问题 就是有多少亿主要是业主 而且当你这样的方法 你会有很大规模派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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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有很大规模派钱的时候 你整个楼价格都会突然之间 是市场是接受不起的 即市场突然间 有几样东西 第一样东西 第一样东西就是 因为这个不是具体有条文 有很多人有约出来的方案 其实是任你说的 你可以说你排了几年 就津贴你多少钱租金 你越近拿到公屋的住户 津贴的数量就越大 可以是这样的 你也可以反过去 曾经有些人说 不如全部公屋收到市值租金 但是我们就用你的收入去 去派回公屋 如果这样就不用公屋 那就是不用公屋 那不如拆下公屋 但是我告诉你有几个问题 第一 你津贴多少 当然是一个分别 你津贴一半 以及你全面津贴 是两件事 第二条数是怎么计算的 其实没有人有计算过 如果我们用了租金津贴 去津贴一些不上楼的人 数量会不会比我们想象中大很多呢 因为问题就是 如果我们纯粹根据收入 去派一些租金津贴给用户的话 那一个潜在的基数会大很多 其实不如付利得税 如果你教育不如付利得税 付所得税 付入息税 这个牵涉太复杂的问题 我反而再说第二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 其实所有措施都是利益分配的问题 你问我租金津贴 会不会益了业主 当然会 我不是很关系 那是益了 这不是重点 因为重点是 如果你益完业主之而 亦有更加多人 脱离了住屋割裂的问题 这是值得去做的 问题就是 其实跟租金管制 你还没说完 跟租金管制是一样的 你现在将这些钱 你已经派了给一些轮后公屋的人 令到他有一个更加在市场上的租屋 那个购买力 那你结果是令到哪些人会胜算 就是申请不到公屋的人 没有资格排队的人 其实跟租金管制一样 那些人经常都说 租金管制是否可以令到 现在租金的人受害 那些潜在 没有能力去租屋的人 他就是受害者 我完全同意这个说法 但是 如果你是租金管制的话 其实 在经济学上来说 现在我们讲的是 量的问题 量的问题 就是你如果租金管制 其实它会令到整间屋的 普遍 屋的 所有的总体质数 会降低的 我先不要讲总体质数 第二就是 我要讲一个劏房问题 我不认为 就是屋只有这么多 你如果 是给一些钱 人 分配了一些钱给人 你不会改善到平均居住的环境 你都改善到平均居住的环境 你都改善到平均居住的环境 那你就会有一个分配问题 只不过那间居住好一点 接着一定是住坏一点 对对对 其实你到最后 都是劏房仍然在这儿 仍然是 不是 我都不讲质数 质数是另外一个问题 我重点是讲什么 有很多人都不忽略了一样 有很多人他原本打算租居住的 他仅仅可能未计算适合 如果租金低了 他便会出来租 租金贵了 他便继续留在家里住 没有人计算这些人 这个意思是什么 如果你有一个租金津贴 令到有人可以 因为他排住公屋 可以有津贴 而他可以租更加好的 或者他可以 有一个更加购买力 去租一些 他原本租不到租本 你便令到一些 原本住在家里的人 原本那条数 是算到刚好 不刚好之间的人 你便剥削了他出来租屋的权利 所有的问题就是这样 公屋的问题 就是公屋的问题 就是永远在那儿 就是你永远剥削了 刚刚申请不到公屋 那些人的权利 所有公屋问题 派钱问题 租金津贴问题 你不是全民的 就有这个问题 但是公屋和租金津贴 都还有一个分别 因为公屋很有限 你始终排练 你便继续排练 我始终可以计算到 租金津贴 你是无穷尽的 因为所有人 你只要符合那个条件 你都可以申请的 你不是再透过 时间排队 去做筛选 那么简单 你是所有人 都可以在符合某个条件之下 就拿到钱 那么那个违害 是给你纯粹得公屋的单位 我讲了八点公屋 会造成的租金消贴 其中一个就是 有一班人 拉水货的 代客拍车的 做鼓劃仔的 那些人可能用六七皮人工的 那些人是可以申请公屋的 你不申请公屋 他都不住的 所以才说 所以他们会申请公屋 但是有些人 现在有些人可能会申请公屋 如果是这样 愈来剩下多少钱 那我就申请 就是公屋 公屋就是有一堆地下经济的人 那些地下经济的人 那些地下经济的人 他们是可以 可以做到所有这些事情 那些地下经济的人 那些人你会看到公屋 有些人拿什么事 因为他们无所谓 他们的钱都知道要花钱 都知道要存得到 他们完全可以 过着一些很好的生活 住公屋 这个就算是 他们也蒸不到他们的税 你蒸不到他们的税 但你不会派到他们 你不会补助他们 甚至可以拿到中援 你不会派到他们的 你不会派到他们的 有派到他们的 他隐瞒也可以 但anyway也好 所以你如果 我听准备准备 你说其实你原则上是支持 我原则是支持的 可以讨论一下 是的 但是我们所关心 我和大师所关心的 你怎么看 我直接看社会要讨论 你解决不了 我也是支持的 你听不懂 因为我支持所有派遣计划 这个和你们一样 我只是觉得 公屋会造成一个 社会的一个资源浪费 但是公屋会造成一个资源浪费 如果我们有很多楼子 去建计的时候 我们公屋就一定要维持 因为如果不是 你没办法能够维持 楼架或者整个社会的经济稳定 所以新加坡或者当年的时候 现在新加坡或者当年的香港 这个你很理想 我还记得 那时候在沙士的时候 政府就是停建公屋和停建居屋 这个是stupid 是的 但问题就是 他们的想法就是 喂 在没有房屋需求的时候 我起来做什么呢 你听我说 当时香港是有房屋需求的 当时香港人均居住都很低 香港是没有买屋的需求 另外还要考虑的一件事 就是通常楼市跌的时候 譬如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讲 你楼市跌政府的收入一定低 是的 政府收入减少的时候 他们也会想 我们政府收入减少 还要建一些房屋需求 其实没有我们想象那么高的公屋 那就更亏了 所以永远的循环都是这样的 在你没有楼 就是楼价低的时候 他们就觉得 但是它长远一点 就不是只想那一年 那你各个几年 市好转一点的时候 那你就很多钱 地都没有 是的 你不稳地都不稳 是的 看这个问题 你怎样令政府长远一点 你想想几年前 我们香港才会有这个结构性材 是 几年后要是一万亿 不是 但是问题就是这样 问题就是现在香港人 从来都没有人做常证 现在到今天找土地的时候 人们还会说 土地都解决不了现在的问题 所以不用找 你明白吗 为什么解决不了现在的问题 为什么 香港从来人 人无远类 必有近优 香港就是一个这样的人 所以我们每天都炒股票 做什么 我也是 是 找到先 可以移民文 结论就是 既然你香港人 从来都没有长远计划 那我们就益了些炒交 所以为什么会有炒交存在 就是因为香港没有长远计划 所以每个人都搞短策 不是只是政府没有长远计划 根本市民也不是想 不会押忍 你都死了 你搞什么 其实所有东西都不只是房屋 民主 那些东西都是 你几十年后都不关我 最重要是现在没有那么坏 所以泛民继续投票 六月十五 我写了之后就关人家 是 是 所以这个都是我觉得 如果短视 结果都是促成了社会 就是现在我们最讨厌的事情 好 今天就到这里 下次再讲其他话题 好 好